各位 你們記得是有關這些大廚話題 唱歌嗎 唱歌嗎 唱歌 唱歌 chamber 去外國 要按정啊 那個心情 對台灣的力量 他會黏著 哺哺 波濤淺 在2016年的年初的时候 因为制作陈陈波画作音乐对话 这场音乐会的台南场 所以我们这样的音缘忌讳 会认识了林中元先生 林中元先生被称为台语师之父 在一个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到了他的家里面 听到了他朗诵 他所喜欢的一首诗 就是我们今天要唱的《舞独勤王》这首诗 在他的朗诵里面 我们听到了对台湾的这一片热爱 土地的热爱 还有对台湾的一个情感的连结 尤其在他的朗诵里面 他的感情 他的声调起伏 就像是一首歌一样 所以他的这首《舞独勤王》这首诗 就被我带回了台北 交给苏文庆老师来帮他补曲 那苏文庆老师呢 他就以乐来重文 把他的这一篇台语诗呢 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用比较亲切的语调 亲切的旋律 来唱出另外一种 《舞独勤王》的风情 来献给我们所敬爱的林中元老先生 这个是我第一次为台语诗所创作的歌曲 林中元先生 他一生致力于台语诗的写作 那么他也带动了推广 那么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所以当郑老师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很乐意的心难的接受 这一首诗《古独勤王》 是林中元先生在海外时候 四面家乡所写作的一首新诗 那么这新诗当中 充分地显现出他对家乡的情 家乡的爱 因此我在这一首歌曲写作当中 我考虑的诗的意见内涵 以及诗里面的 所以我们台语的声韵 那么如何将音乐跟这个诗来做一个联结 以评语尽能的方式 来诗跟音乐来做一个结合 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 嗨 众王阿伯 你好 很久不见哟 上次去你家的时候 大约是在半年前吧 你现在有用镜子不好哟 等我后来去找你哟 中原阿伯 那我们对他是非常的敬仰 他等于是我们台湾 推动台湾文学的先驱 他这首古都秦王其实是对台南本土 还有当地的人文 其实有深刻的描述 有很多的比如说 有什么 有什么 连续讲了三次 这代表他内心深刻的呼喊 那我们也期望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歌曲 对阿伯啊 中原阿伯啊 表达我们对你的敬爱 谢谢你 阿伯 阿伯 ACTUAL 有心、有肚、又有肝 你看那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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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